30年老房子加装了电梯,所有业主都后悔了,花钱买了一个大麻烦 各位网友大家好,在现如今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成了一个趋势 很多人觉得加装了电梯,住布梯房的人每天不需要爬楼梯了 本来是非常老旧的布梯房瞬间变成了小洋房 不但居住舒适度大大提高,整个小区的房价很有可能还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尤其是那些很难卖的出去的6楼或者5楼 但是呢,在今天上午时候看到这样一篇报道 上海这边有一个老旧小区,对于安装这个电梯真的是非常后悔 电梯刚安装的时候感觉这是一个小区福利 现如今感觉是一个大麻烦,究竟麻烦在哪些地方了呢 首先呢,就是让小区这个房子变成了微房 由于电梯,小区的承重强烈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要知道这些房子建筑质量可是非常一般的 现如今大多数房子都是混凝土胶筑上去的 但是呢,像这种老小区基本上都是由红砖垒上去的 拆过房子的乡亲都知道,这种小区拆起来是非常好拆的 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结实 再加上它的房龄已经超过30年了 按理说已经很接近它这个建筑寿命 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强行安装电梯,怎么强行安装呢 基本上每一层都要在墙壁上凿一个洞 然后和这个电梯实现连接 但是呢,电梯在运行的时候肯定是会引起震动的 像现如今的电梯房,小区人家的房子预留的都有电梯井 电梯井基本上四面受力 但是像这种房子运行的时候直接是单墙受力 而且这个墙还是30年建筑质量比较一般的老墙 第二点呢,家装的这个电梯保修期一般来说只有两年 不会超过两年吧 两年之后,这种电梯的定期保养维修就需要全体业主共同承担 不说别的,就一年的保养费用 差不多都得七八千块钱 一楼和二楼人家不出 只有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只有这八户来掏这个钱 再加上入住率比较低 实际掏钱的可能也就那么两三户 而且这个电梯是后来家装的 并不在维修基金的保障范围之内 电梯的正常使用年限是15年15年后必须得重新更换 到时候呢,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 需要全体业主共同承担 第三点呢,电梯的存在真的是让小区邻里关系更加的不和睦了 毕竟呢,安装的电梯受益最大的是顶楼 受损失最大的往往是一楼 在安装电梯前,小区最值钱的楼层是一楼 最不值钱的是顶楼 安装了电梯,那就不一定是如此了 更有甚者呀,这个电梯是一个长期工程 日常生活中可能都需要花钱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高楼层的人呢 可能会要求一楼二楼也掏这个钱 这更是埋下的小区业主之间冲突的一个隐患 总之呢,我个人觉得加装电梯是一件好事 但是首先必须得给一楼和二楼一定的赔偿 再者在加装电梯之前一定要进行科学的论断 假如说房子特别的老 加装电梯有可能让房子变成微房 最好还是不要装这个电梯了 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感谢观看